那這一次呢 包括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更是有些互動或者互補 另外呢 印度這個時候態度也蠻特別的 來看到 今晚印度跟中國大陸 有一些邊界上的摩擦 但是大使您看看 印度的外交部發言人 還之前就說 印度堅持是一個中國原則 這個立場是沒有改變 當然也是希望台海的現狀 不要有單方面的改變 另外蘇傑森外長就提出了 亞洲世紀 他這個概念說 只有中國大陸跟印度 兩國走在一起時 亞洲的世紀才會到來 那另外呢 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也說 中益兩國不發展起來 就不是亞洲世紀 而且呢 真正的亞太世紀 或亞洲世紀 就是中國 還有印度 還有一些鄰國發展起來 才算真正的到來 雙方有智慧有能力 能夠實現呢 相互成就 而非彼此的消耗 你看中國大陸跟印度 都希望怎麼樣 大家好啊 東盟好啊 亞洲一起好啊 跟美國好像不太一樣 美國的門羅主義之外 這個 拉丁美洲好像都好不起來 這個第一個講 這個印度的台灣政策 他基本上他是台灣牌 他也拿台灣當一張牌在打 跟這個美國一樣 是政治考量多於一切 當然他也希望從台灣 多一些這些經貿的利益 可是很奇怪 台灣跟印度 不管在投資貿易上面 進展很慢 進展很慢 這個跟印度本身的 國內的這種法令的壁壘 貿易的壁壘 還有他對投資人的各種 不方便的有關 台灣人基本上到世界投資的話 地方很多不一定要去印度 我去過印度 看過我們很多台商投資的廠 都不是我們台商自己去的 都是他是一個大公司 美國大公司的產業鏈的一部分 那這個大公司 譬如他要去做印度的市場 然後他就希望我們 因為我們是他的 這個中間原料的供應商 他就希望我們的中間原料 去印度去設廠 直接就近配合他們的大廠 譬如說Honeywell 譬如說像以前的這個 這個就是芬蘭的這個手機 Nokia 那這個都跟我們在 在印度最大幾個投資有關的 是因為他們要把產業鏈 移到印度 所以才跟去的 你說直接要我們的廠商 去印度投資的時候 面臨的各種 所謂這個叫Red Tape 這個就是說繁文乳節 讓所有投資者 都墜入無禮物之中 然後講話還不算數 然後又很難生存 然後文化上也有很大的障礙 然後基本的這個 所謂的基本設施又極微不足 那所以事實上的話 我們在真的台灣在印度 事實上這個投資跟貿易 事實上遠低於當初的預期 這個不能怪台灣 因為我覺得是印度的問題 那印度曾經有一度 由他的外交部門宣示 說要跟台灣進行 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行性研究 由外交部的高層突然宣布 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搞得印度突然對台灣改變態度 結果呢發覺就是跟他 跟大陸的關係 當時出一點問題 他一點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把台灣牌拿出來 可是當這個 當這個 所謂可行性研究 做出來以後呢 那時候中國大陸 跟印度跟中國大陸的 那個關卡過去以後 印度就 完全沒有當這回事 這個事情就翻過去了 所以台灣基本上在印度的 這個政策裡面 是附屬於他對中國大陸 政策的一部分 這個很清楚 就是想打台灣牌 不過這個印度人 你跟他們接觸 你會發覺 印度人很奇怪 自我感覺 大概世界排名前三名 自我感覺極好 這蘇傑森講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亞洲 他跟中國大陸是分庭抗禮 你如果只有中國沒有我印度 你就亞洲永遠爬不起來 然後呢 印度要跟你合作 你才 亞洲才有亞洲的四季 他這個演講是在 泰國的朱拉農工大學 泰國最好的大學 在那邊跟這個 在學校裡做演講 講到好像 中國大陸這個 王文斌講得很清楚 王文斌講說 當時我們有提過這個概念 可是不是這樣子講 他講當時 中國大陸提出概念說 如果中國跟印度 都一起發展起來 而不是共同合作 他是都發展起來 不是我中國發展起來 印度也發展起來 那麼 亞洲四季才會真正的到來 你知道要兩個真正的強國 你就亞洲四季就來了 可是說實話 印度你看他地理 跟他的歷史上 他跟亞洲關係 是比較不直接的 而且是 對他也不重要 印度基本上 這個國家 其他地理上 他是蠻孤立的 他對亞洲國家來講 他跟亞洲國家接觸 不是有高山就是有大海 隔得很遠的 所以他的文明是受到哪裡影響 他受到波斯的影響 他們這個早期的時候 都是波斯 印度的這些統治階層 都是波斯人 波斯這個早就是 伊朗的這些 從中亞過來的 另外到了這個 大概這個 所謂大航海時代以後 他是被歐洲的這些 帝國主義者 所殖民的 所以他一向是跟西方 跟這個中亞 跟西亞那邊來往 他事實上跟亞洲 我們傳統觀念亞洲 是有一個蠻大的距離 他是一個次大陸 他跟亞洲 他在東邊有一個 他在東邊有一個大港 可是那個城 他是過去他們這個 跟亞洲的聯絡之上 到現在也不是很發達 他的重心還是在橫河流域 橫河流域他是往這些 往這個 往這個 中亞 往這個西亞一帶 那邊是他們對外的通道 這個歷史上就是 所以你真的要說 他對亞洲有幾足輕重 我覺得他是自我 自台身價 亞洲 會變成亞洲的世紀 是現在已經開始了 第一個 只要一個中國就夠 中國的體量 不需要別人 再來給你加油天主 中國體量現在就以17.7兆 世界第二 世界第二 印度不到三兆 印度根本就 不到三兆 就自台身價到這種程度 就是印度人的自我感 他可能也真的這樣認為 自己有這個角色 事實上他沒有這個分量 今天會造成亞洲的世紀 是RCEP RCEP事實上 把亞洲主要的國家 基本都弄進來了 你也不要忘記 俄羅斯有一半的國土 是屬於亞洲的 還有中亞國家 有一半都是在亞洲的 現在這些國家 如果都結合起來 再加上RCEP RCEP裡面最重要有中日韓 所謂的儒家文化圈 再加上我們要加一個 小儒家文化圈的話 就是越南 所以這個儒家文化圈 四大國家加起來 亞洲就已經站起來了 印度 無關 無關紅紙 所以我覺得蘇傑森 在那個 泰國人面前吹大牛 可是泰國人我待過 泰國我待過 泰國從來就沒有看中過印度 泰國從來就沒有看中過印度 因為他們跟印度接觸也很多 那泰國倒是始終對於中國 是認為是一個非常偉大 非常有power的一個文明 跟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蘇傑森講這句話 有點自不量理 自台身價 那現在亞洲的四季 已經到來了 建立在哪裡 建立RCEP 這樣子的一個經濟的一個 共同市場的建立 再加上另外一個亞洲大國 因為這個大國是 它有兩種認同 一方面它有歐洲認同 一方面有亞洲認同 它的亞洲認同已經回來了 這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這個國家 在過去真的 有一點點 怎麼講呢 有一點點怎麼講 靠向歐洲 有一點就是說 自貶身價 把自己一定要 歐洲的國家裡面去擠 那又受到歐洲國家的 歐洲的歧視跟排斥 那這一次俄烏戰爭 我想打醒了 打醒了這個俄國人 那他開始 所以普丁在俄烏戰爭 打了沒有兩個月的時候 他講一句話 今後 我們國家的發展方向 是往東跟南 這個就是一個 俄羅斯歷史的一個轉換 如果俄羅斯中國 再加上這個 以這個 我說這個儒家文化圈的 四個國家的這種 這種優秀的文明做基礎 在東南亞國家下 那真正就 亞洲就站起來了 印度 他輸哪一週無所謂 他硬要來貼亞洲 然後說他跟中國大陸 中國等量齊關 真的是有一點點 那真的是 不曉得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 印度 他很自豪說自己 即將成為世界上最大國 但是我們之前討論過 印度在很多地方 還是需要加強或努力的地方 另外再來看到說 針對於中國大陸跟美國 世界上最強的G2兩個國家 有沒有可能發生衝突 那真的如果發生衝突的話 真的是世界上的災難 最近有個詞很紅 就是中美在夢遊嗎 這是新加坡的副總理 就是接下來接班人黃巡才說 沒有人會蓄意的開戰 但是也許會像夢遊般走向衝突 就是最大的問題 中美可能會在夢遊般走向衝突嗎 這本書就很重要 夢遊者 他講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歐洲怎麼樣邁向戰爭的呢 他就提到了1914年6月28號 塞爾維亞的學生開槍 刺殺了奧匈帝國的黃巡 也就是陪迪南 結果37天之後 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這個作者克拉克說 一戰是一個悲劇 是集體夢遊當中的大悲劇 好 那這個Kissinger Henry Kissinger也說 假如中美真的發生衝突的話 就不會在科技方面有所保佑 而且會是毀滅全世界的能力 當然就不希望發生 然後來看到前馬來西亞的首相 馬哈迪他特別說 美國就透過仲約議長裴洛西 還有其他官員訪台 來對抗中國大陸 大陸就怎樣 可能會犯下了犯台的錯誤 美國就要介入賣台灣武器等等的 那剛剛倩姐也說了 最近我們一覺醒來 也許就發現 哇 有這些瘦武器 包括了俄羅斯 說要關閉什麼 札普羅勒電廠嗎 然後互相控對方在挑釁等等的 有可能事情會發生嗎 俄國說烏克蘭可能會有一些攻擊 烏克蘭說俄國可能有一些攻擊 等等的 那再來看到更別說 俄羅斯這邊赤資80億的美金 要買薩爾瑪特的飛彈 S500等等的 還有美國也瘦出肌肉了 一勇兵三型的飛彈試射等等的 然後大陸軍事專家說 這就是針對解放軍而來 但是大陸工程院院士也說 大陸的防護工程能夠抵禦 核武在內的任何打擊 不打第一槍沒錯啦 但是大陸絕對挺得住第一槍 而且才能夠實施第二次的反擊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如果沒有其他的因素 亞洲的世紀老早就已經到來 就是說看在過去從2000年開始 亞洲在中國大陸的經濟作為領頭羊的情況之下呢 無論是東南亞就是RSA的這個整個的集合 或者是我們把它放的更寬一點 整個亞洲跟歐盟跟美國來做對比的話 都是在上升的唯一的一個風險跟威脅 就是美國認為這個上升的亞洲 或者是中國所領導的上升亞洲 對於它是一個威脅 因此在我們的四周不斷的挑釋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或許日本印度 並不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引擎 只要有中國大陸作為最重要的經濟引擎 加上一帶一路亞洲就可以很和平的崛起 但是日本跟印度恰恰是美國 所拉攏的兩個端點 只要這兩個端點 還在跟美國合作的情況之下 那麼我們周邊就仍舊有可能 像剛才嘉遠講的這一系列的 武力的展示中間的成兵佈陣 或者是互相校正 就會使得我們中間 直接有非常多的動盪 而這些動盪就會使得亞洲 崛起的那些夢想 和所有人民的勞動血汗化為 我不願意說化為烏有 但是至少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因此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時代 值得我們回頭去想想 為什麼以前在南與北的時候 就是現今的政治跟經濟的結構裡面 是G7高高在上 其他的亞洲國家是做勞力 或者是資源的提供 那全世界所有的附加價值的分配 也是由上就是那些有附加價值的那些國家 中間的製造國跟底下的資源國裡面 資源國跟製造國得的分量那麼少呢 因為那是一個非常舒適的殖民結構 這個殖民結構美國跟西歐是不願意放棄的 是啊 美國跟西歐不願意放棄呢 但是呢 卻讓辛辛苦苦的這些亞洲人 然後呢 賺那一點點錢 但是呢 其實亞洲的世紀真的到來了 但是呢 如果說美國這些國家來挑釋的話呢 也許就會拖慢了 不只是中國大陸 也讓亞洲崛起會受到影響嗎 好 亞洲的世紀到來 但是呢 美國會不會想要拖慢中國大陸 但是也害到亞洲了 對 我想重複一個很老的歷史 我曾經先講過 大家都記得亞非曾經有不結盟運動 那個時候呢 亞非洲的國家就希望我們能夠 不互相的去影響對方的體制 可是可以一起的 共同的進入一種富裕繁榮的世界 但是為什麼沒有成功 因為那時候沒有一個強的經濟引擎 在那段時間更早 在1946年 我剛剛查到了一個資料 就是跟今天那個蘇介生所講的話呢 其實1946年尼赫魯 就是二戰剛剛結束的時候 他就對我們當時中央社派在打理的Paul Fung 一位 Fung先生呢 說 他說如果中國跟印度能夠hold together 因為他是用英文講的 說能夠合作 那麼亞洲的未來就能夠確認了 所以其實你知道在打完戰爭的時候 本來大家都希望能夠有一個崛起的亞洲 可是沒有成功的是當時我們沒有經濟利益 所以每個國家都要靠西方的市場 所以要跟他們的遊戲規則跟著走 可是現在1970年代 美國可以跟中國大陸建交 2020年代卻說 它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安全隱患跟威脅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已經發展到美國感到威脅 他甚至覺得那個所謂的Pax Americana 那個美國制勢裡面最重要的核心 他已經沒有辦法掌握了 因此他在烏克蘭戰爭中間 試圖用他的龐大的金融實力 這仗其實打得灰頭土臉 到了亞洲來 最近幾乎沒有人在討論烏克蘭 剛才亮哥說他們還是有給武器 可是全世界很少人在管烏克蘭人的痛苦 跟他們的國魄家亡 全部的力量轉到亞洲來的時候 美國還是在每一個地方所做的 都是軍事 軍事與軍事 他不是在做各種各樣的所謂的 印太經濟架構 以前所要做的TPV mail 他主要做的都是軍事 因此我覺得最近看到一個東西 我特別跟嘉遠講起他們印出來 就是在最近的一個重要的 分析的文章裡面 他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文章我看也許可以找得到 現在文章找不到 他的重點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 馬來西亞跟印尼 跟中國大陸在九段線上 其實有很多的衝突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大概九段線 我們常說叫牛蛇 那在馬來西亞這邊 這是馬來西亞 旁邊在沙勞越附近 有一批油田 然後在印尼北邊的 納土納群島這邊也有印尼的油田 所以他們這邊有一些 有一些在經濟權益上面的衝突 那這個經濟權益 最近他們有很多在海上的遭遇 就是中國大陸的海警船去的時候 他們的船就跟著走 他們叫做華爾茲 就是你進我退 我進你退 他們做的這種所謂的華爾街的做法 保護了卡薩瓦里這個地方 也保護了在印尼 它有一個策略 我今天才學的 叫做Jagan Bikan Gadu 這是叫做 就是不要去首先來升高這個態勢 當他們兩邊看起來 沒有用劍拔奴當的方式 也沒有用菲律賓去國際法庭 要求去仲裁你的海域 而是你的海警船來了 我們就跟著你走一點 然後他們叫做影子做法 叫Shadowing 就我跟著你走 那到時候我也不驅離你 你也不對我做任何的挑釁 換了什麼 換了在馬來西亞沙勞越附近的油田 持續的在探勘 換來了在納土納這裡 印尼的油田持續在探勘 納土納本來在2020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是說你不准再探勘了 大家在討論那個專屬經濟權利的時候 他本來說你不准再探勘了 但現在大家也不討厭討論那個探勘的道理 或者是沒有道理 也就是說呢 他們彼此用軍艦或者是海巡去做的 當然是某一種主權的宣誓 但是在主權不能夠挑戰之外 經濟權益是可以分享 甚至可以共同開發的 這本來就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裡面 對於你有重疊的經濟海域 你可以等距中線橫平線共同開發或者是擱置開發 你有四種辦法你可以共同開發 所以他們兩邊呢都對這個主權有主張有宣誓 但是沒有走到用軍艦來對抗 他們宣誓完了以後是用亞洲人的辦法 好像在跳華爾茲一樣的 繼續的進行各種的經濟開發 等到你有最後結果的時候 再來討論如何去分配這些經濟利益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 這是最近應該是8月18號的一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呢 在迪普克買上面寫了 讓亞洲人可以想想 我們真的要不要用 美國跟西方列強殖民主義 一定要侵略你的國家 殖民的國家 改變你的制度的方式 來處理我們現在可能有的紛爭 如果真的有一個亞洲紀元正在崛起 那麼我們區域的人 是不是可以用印尼跟馬來西亞的方式 他們並沒有放棄他們的主權 但是他們拒絕進入戰爭 拒絕進入美國幫他寫好的劇本 也拒絕讓他的人民 進入森林塗炭的絕境 亞洲人管亞洲是嗎 您支持這樣論點嗎 我們也來這邊聊天室互動一下 尤其剛剛倩姐講了說 這個亞洲其實自己可以管好自己的事情之外 其實美國常常來南海這個地方 但是南海跟很多主權國家 跟中國大陸有一些相關爭議 但是人家就是想要進行什麼 南海行為準則 擱置爭議 然後共同來開發等等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又有 美國的議員之外 來臺灣 現在又有最新的 從上個禮拜 8月14號到15號的時候 美國民主黨的議員馬基來臺灣 然後當時就說月底還有一團 然後21號到24號 就禮拜天晚上 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州長侯康安 他也率團訪問台灣 接下來還有什麼 加拿大議員11月訪台 英國的國會議員11月訪台 然後侯康安還最新消息說 他要拜訪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現在看起來這些相關 裴洛西到馬基到現在侯康安 通通著重都是在半導體產業 美國啦 美國都是半導體啦 他說他還要去韓國啦 應該也是半導體 這個當然就是因為 美國晶片法嘛 剛通過嘛 然後晶片聯盟 8月下旬就要召開第一次公共會報 當然想要把他的州插進來嘛 看能不能撈到什麼嘛 對不對 那就是為了利益 不是真的挺臺灣嗎 如果是只是這樣 對美國人來講 這兩個是一致的 我拿到臺灣的這些訂單 然後呢來臺灣就是挺臺灣 美國人的理解就是這樣 他事實上是在幫你 這個疏散你的過度擁擠的布局 他的理解啦 他有理解 那他有講到 他說那個印第安那州 有10家重要的臺灣企業 那韓國有12家這樣 那他 而且印第安那州有好幾個學校 台灣校友都蠻多的 普渡 聖母 聖母大學也很多 印第安那大學 這三個學校 台灣校友都蠻多的 所以 那因為他就在芝加哥的旁邊 那旁邊是伊利諾 然後另外一邊是歐海爾 我覺得 第一個是他沒有來過台灣 所以他第一次來 那很多人都沒來過台灣 他第二次去 顯然他以前對台灣沒有那麼大興趣 看到裴洛西來 看到馬基來 我覺得就是半導體 這非常清楚 這非常清楚 事實上就是來招商 這你也知道 美國AIT本來就台灣有 他大概從2012開始吧 就有那個台灣 投資美國的快速通道 各州都來過台灣巡迴 當然來的不是州長 就是州的那個商務代表 有的甚至是台灣人 那跑去美國說 我來當你們的商務代表之類的 所以各州大概 很多台灣的廠他們都去過 那他們都有做紀錄 回報給各州嘛 所以他們對台灣的 他們想要的產業 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所以 我不知道他已經進行到什麼程度了 不過很顯然就是說 因為美國那個商務部 那個經費的分發 事實上我覺得應該各州 都可以要到啦 那就看你是什麼樣的項目 不可能說都集中在 Arizona跟Texas 那就看你能夠要到什麼項目 那台積電事實上 因為台灣台積電去一定會 連動到一些上下游 他不可能只有台積電去 那聚落怎麼辦 那時候你都用空運 對不對 而且美國項重的 不是只有台積電 還有智越光 三家嘛 還有聯發科 對啊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到底 會帶動多少聚落去 上下游 然後會帶動多少 台灣的技術勞工 人才外流 坦白講這個我們都還不知道 還有資金的外流 因為你要去美國設廠 也是要投資啊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已經鐵了心了啦 那只有韓國 比較有反對聲音 你看到韓國三星跟這個 尹錫越顯然跟美國在玩大政治 因為最近我看到他們出了幾招 這個 韓國在8月7號突然之間公佈 說他們參加晶片聯盟的前提 兩個 他居然說要遵守一個中國 然後台灣在裡面不是很尷尬嗎 然後不得杯葛中國 不能夠限制中國等等 這兩個前提 然後他另外一邊還放大招 說我三星在十年內 要去美國投資2000億 對 我覺得他是蠻會玩政治 他就說你不要逼我這邊太緊 因為 三星跟SK在中國的營收比重 遠超過台積電啦 至少在30%以上 兩家都是 而且投資的額度 每一家都超過500億美元 他怎麼可能就算 不可能吧 而且中國的半導體市場 不僅最大 而且成長又最快 眼看著成熟自成 我們說14納米以上 以後可能都要到中國大陸國產化 你如果不完就被人家吃掉了 他再笨也不可能說就這樣放棄了 對不對 而且這個是現成的市場 你美國那個以後要賣給誰 還不知道你知道 因為半導體市場不是說 你到哪裡就隨便可以賣 你還要去接洽 要接洽到美國的一定的廠商 那美國搞不好還是以英特爾 Glowfounder為優先下單對象 我認為美國政府就是這個小打算 那你去他那邊搞不好還被挖角 然後訂單還沒有美國企業確定 所以未來真的是前途未普了 所以台積電是百般無奈 你看到他在拖啦 比如說以台積電的建廠速度 你說兩年多還沒蓋好 我覺得一定是有一些無奈啦 那不好說啦 那你就看到韓國的玩法嘛 包括銀席業啦 包括公司啦 都放大招了 那反正你拜登年底搞不好 就跛腳了 搞不好共和黨就選上了嘛 對不對 那共和黨的國會 會支持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嗎 是 會支持這種政府帶動的產業政策嗎 我覺得共和黨未必這樣主張 那我覺得韓國就是 他就想說我邊左邊看嘛 可是我先把大錢這樣擺在那裡 兩千億 所以你不要逼我太過了 我都投資兩千億了 對啊 以前美國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大政府跟小政府之爭 他們都不希望有所謂的大政府嘛 不希望的政府介入太多 那你這個補貼政策呢 就是說跟你美國的以前的立國精神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呢亮哥就說了 現在台積電是怎樣 被拉著去 那代表我們臺灣政府沒有給力嘛 那尹錫悦這邊呢 他出招 三星也出招 媒體也出招 他們有很多招 但臺灣這邊很被動啊 好像呢 美國叫我們去 台積電就會去嘛 大使您怎麼看 因為呢 這個印第安納州的州長來臺灣 臺灣外交部很明確就告訴大家 他就是要來見半導體的 這麼的都不演啦 就是要來談這個台積電的問題 但是這會造成什麼 他來臺灣 又會造成臺灣的 中國大陸可能會有反應啊等等的 因為大陸就已經講得很清楚 大陸外長王毅說 針對美國的挑釁 中國大陸必會做出正當的反應 那另外更別說上個禮拜 就開始有一連串了 包括東部戰區演習 然後對蕭美琴等七個人 台獨頑固分子進行制裁等等的 秦剛也說呢 是你美國在這件事情上 進行第一步的挑釁 另外呢 來看到大陸的國防部長呢 魏鳳和也說 解放軍不會畏懼任何人 你看看出來他們底線就是很清楚 那你美國每個禮拜都派一個 這個官員來臺灣的話 就算層級不高 或者就算他第一次來臺灣 對臺灣也是個傷害吧 其實州長 州長這個是屬於地方首長 州政府他沒有外交權 所以他最多只能從事經濟文化 社會 招商 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他這個州長來 他對外宣稱嘛 他說他這次來這個亞洲嘛 來臺灣還有韓國 他叫這個經濟發展之旅 他回去他也要獲得他自己的 州議會的認可 因為他是共和黨 那他在州議會裡面 要答詢說你這個州長怎麼沒事 跑到亞洲去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你是不是花公款啊 還是受招待 都會跟他算清楚 所以他一定要 他一定要把他這個 這執行定位很清楚 那其實美國州長過去訪台 那行之有年了非常多 落意於途 基本上都是像來怎麼樣 來賣一些他們州里的產品 然後呢搞一點投資回去 甚至呢招一點臺灣的留學生 或者呢用他們這些 重要在臺灣這些 他重要大學 州裡面重要大的校友 在這些臺灣搞一些校友會 看看有沒有什麼 油水可以沾一沾 那最有趣的例子就是 美國的這個前前前總統 柯林頓 他在做Arkansas州長的時候 來過臺灣訪問四趟 因為他實隨之位 每次來都有油水嗎 都有油水 最後臺北市的那個當時 路邊停車的那個meter 就是那個計時器 因為都是Arkansas Arkansas生產的 所以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這個誰啊 當時 克林頓推銷成功 他就當時的買賬了 臺北市政府就買了他那個meter 所以他實隨之位 當然他覺得臺灣也很好玩 他還有一些 我們臺灣的地方 地方有人 會帶他去好玩的地方玩 所以呢 他就來了四趟 所以 所以其實州長過去來臺灣 那是心之有的 在這個 在其實在這個 外交部分工裡面 這個 州長其實是 半四處層級去洽邀就好 那個華盛頓不管這些州的事 就在華府的代表處 不管這些州的事 那這個 這個 這個Indiana 以轄區來分的話 他是屬於 芝加哥辦事處 所以芝加哥辦事處處 處長是跟這些州長打交道的 也就是總領事階級 跟這些州長 然後這些 都是 我認為 這個照外交部分 就是芝加哥辦事處 去把他邀訪 那邀訪 他這個就是說 你一定要告訴他 你到臺灣來 你有什麼好處 最具最福利的 就是說你可以得到什麼經濟好處 那也許也給他一種 也給他一種行錢教育 就是說 現在 台灣有很多半桃體產業 那麼可能在美國的這個 晶片法案之下 還有就是說 這個拜登總統的這種 強力的這種 怎麼講呢 強取 然後呢 加上蔡英文政府 在後面 這個扮演推手的角色 機會來了 你到臺灣來 搞不好可以 搞到一些好處 那他就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並沒有很重大的政治意義 因為他 基本上他 對於美國的外交 還有美國政府的對臺政策 兩岸政策 他基本上的影響力 微乎其為 看起來是州長 而州長 有的時候 以前我們 以前邀訪州長 他有一些標準說 這個州長 有沒有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 有更上一層樓的機會 因為美國總統候選人 通常就幾個背景 一個就是 這個 美國的參議員 大牌參議員 他可以直接出來選 另外一個就是 這種有明日之星架式的 還有這種聲望極高的州長 美國的州長 可以成為這個 美國總統會員 美國近幾年 反民主發展的方向 變成什麼 就是說前總統的太太 也可能成為總統 前總統的兒子 也可能成為總統 所以 美國的政治文化也在變 不過這個州長看起來 以他的背景來講 對於未來競選美國總統 副總統 我覺得他沾不上邊 對 但是呢可能很多的 這個蔡英文政府這邊 也許就會說 不懼中國大陸壓力 又有州長來台灣了 又要做大外宣了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